各位好 这里是六叔叔爱摄影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六叔叔 老粉们都知道 我用了快十年的Mac 最近换了Windows电脑 早就想出一期视频 说说这事 一直忙 一直拖到了今天 过去的十年里 我一直在用苹果的全家童 iPhone iPad Apple Watch Mac 除了本身确实好用 也是因为 深陷苹果的生态 无法自拔 各种设备之间 无缝的体验 真的是太香了 我17年的4月 花了25000大元 买了这台Mac Pro 也就是大家嘴里的 这个垃圾桶 当时呢 买的中配 这款Mac Pro 是可以加内存的 所以我先换了 4条垃圾桶 专用的内存 每条16G 刚好64G 花了我大概1700块钱 因为硬盘太小 我又淘了一款 既Touch Knowledge的 双硬盘阵列盒 支持垃圾桶的 雷电二接口 买了两块8T的 细节库郎8T 组了一个16T的磁盘阵列 那会儿呢 还在公司上班 非常忙 基本上就是 节假日 出去拍点片子 而且啊 基本上都是以照片被图 视频呢 拍的很少 买这台垃圾桶啊 纯粹是发烧 就是喜欢它的颜值 和性能 说实话啊 17年那会儿 25000块钱 买一台电脑 还只有主机 真的是有点发烧 平时啊 我就是拿这台电脑 修修图 偶尔回家办办公 没事了 拿几个消耗资源的软件 折磨一下它 这台Mac Pro 完全没有发挥它的威力啊 基本都是在吃灰 浪费啊 直到我去年年底 搬来危海 而且开始 做了自媒体 这台Mac Pro 才得以重见天日 但是呢 晚了 刚买的时候呢 感觉自己 不是在剪视频 是在开被子 经常故意同时开一大堆的大型软件 什么消耗资源就用什么 资源占用比从来没超过50% 那叫一个爽 现在呢 变成了生产力工具 才发现 它已经老了 电脑这玩意儿啊 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了 随着软件不停的升级 电脑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用Final Cut Pro X剪视频 感觉还没有我的MacBook Pro 一八款的流畅 尤其是最后的渲染导出 那个郁闷啊 但是呢 又不肯放弃这台曾经的战斗机 其实是买不起新的Mac Pro 我之前啊 出过一期视频 就是新的Mac Pro上市的那天啊 感兴趣的可以去考考古 于是呢 我就动了自己升级这台Mac Pro的念头 内存呢 64G足够大了 显卡呢 还行 差点劲 但是显卡是集成的 更换难度太大了 只剩下CPU和固态硬盘 我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啊 CPU只能用智强的E5系列 性价比呢 以2697v2最好 12核24线程 主频2.7GHz 才卖955 卖 SSD固态硬盘 我找到了一款英特尔660P 两个T的 价格不到1400 但是这款硬盘的接口呢 是NVME和Mac Pro的硬盘接口呢 不兼容 我又继续查资料 竟然让我找到了一个转接器 号称完美转接适配 连油费一起18块钱买 东西呢 都到位了 心惊胆战的一顿折腾啊 竟然点亮了 这个兴奋啊 但是呢 说实话 在升级之后的这个感受上啊 剪辑视频的速度 并没有比升级前有质的飞跃 尤其是在视频渲染上 升级前我的思路啊 是提升CPU的线程 加大固态硬盘的容量 因为以前啊 是用磁碳真列剪辑 猜想平静可能是在硬盘速度上 换了大固态硬盘 可以直接在固态硬盘上剪辑了 再加上多线程CPU的加持 怎么也比以前快了吧 然冰卵并没有快多少 至少我感觉不明显 这个事实呢 让我着实郁闷了一段时间啊 再加上做自媒体 我的粉丝大多以新手为主啊 有Mac的曲子科书 我的内容呢 又以教程为主 Windows上的软件教程 还是比Mac受众要更多 于是呢 我就动了换台PC机的想法 另外我这台 飞利浦的32比9的大袋余屏啊 买的时候没研究明白 结果买回来呢 接在Mac Pro上 无法使用最高的分辨率 5120×1440 只能使用次一级的分辨率 3840×1080 强迫阵的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换线安装软件 最后的结论是这台老Mac Pro的显卡 不支持这么高的分辨率 如果换台新PC机 我就可以用最高分辨率了 这一点呢 更加坚定了我买PC的想法 由于我用Mac多年啊 PC的硬件知识呢 已经是一个小白级别了 自己研究了好半天 又找了一家本地的经销商 终于搞定了一个配置 这不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 RGB灯呢 被我关了 感觉太扎眼 这次呢 选择的是AMD平台的硬件啊 实在是受不了 现成撕裂者的诱惑 AMD YES 这款华硕的X570 Plus主板 支持PCIe 4.0 据说可以让SSD的速度翻倍啊 可是我到现在 也没感觉到有多快 可能是我不会用嘛 有硬件大声 可以在弹幕评论里面 知道我一下 内存这次呢 只要了32G 一方面呢 感觉视频剪辑完全够用 一方面呢 加内存也非常方便 这块2T的Intel 660P呢 是我当时升级Mac Pro时多拍了一块 现在基本呢 没有这个价了啊 读取和写入呢 差不多1400M 一直被我当作工作盘使用 PR正在剪辑的项目 都在这个盘里面 这不快用了一半了 后来呢 我又买了一块雷克沙的NM610 1T 读取速度呢 大约是2100M 写入呢 是1600M左右 600多买的啊 性价比也挺高的 16T的磁盘阵列呢 被我当作仓库盘 很久不用的素材 项目备份 以前的文件一大堆啊 读取和写入速度 差不多在500M左右 这款2070Super显卡呢 其实呢 有点浪费 其实呢 我也不怎么玩电脑游戏 一般都是玩Xbox 就是主机游戏啊 不过呢 万一我要玩怎么办呢 后来发现呢 PR的GPU的渲染啊 还是很给力的 电源和机箱 没什么好处的啊 常规操作 这款罗技的Craft 无线蓝牙键盘 和罗技的MX Master 3的鼠标 是我精挑细选的结果啊 因为我不怎么打游戏 也不习惯机械键盘 键程太长 声音还大 习惯了以前用Mac的宁静 因为我偶尔啊 还是会用我的Mac 这款键盘和鼠标 可以无缝的切换两台电脑 非常的方便 键盘和鼠标 都可以自定义编程 剪视频呢 还是挺舒服的 之所以没有完全放弃Mac 是因为 每次用我的 iPhone 11 Pro Max 拍摄的视频 在PR里面都没法剪辑 会没有规律的抽风 各种卡顿 所以偶尔呢 我还是会用Mac剪辑视频 所以呢 两边的这个电脑 数据同步啊 就让我头痛不已 现在的解决方案是 小文件就用快牙 或者是Stand and Wear 大体积的文件呢 就用移动硬盘 为此呢 我当时买了一个沙的 NM610的这个 SSE的时候啊 还一起买了一块 雷克沙的 SL100P 固态移动硬盘 512G的啊 USB3.1标准 Type-C接口 专门用来给两台电脑 传输大文件 这款移动硬盘啊 读写差不多能到900多兆吧 直接拿来做剪辑工作盘 也没问题 体积巨小 比一个U盘也大不了多少 外出旅游 插在笔记本上 当剪辑盘用 巨爽啊 刚开始啊 用PC机非常的不习惯 一开始主要是 快捷键不习惯 比如最常用的复制 Mac是Command加C 而PC是Control加C 经常各种按错 再就是习惯了 苹果生态的便利性 比如隔空投送 iPhone拍的视频 照片只需要一点 就可以无损的 发送到Mac上 简直是方便死了 最难受的是 已经习惯了Mac的 Final Cut Pro X 真香啊 换到Windows上 只能使用PR 或者达芬奇 达芬奇的功能 是真强大 但是达芬奇的生态 我觉得还没有建立起来 基本上 没有什么插件 摸板 一个小小的特效 就要自己做半天 作为生产力工具 效率还是太低 我用了一阵以后 就放一边了 最后还是选择 老PR的口碑不好 无征兆崩溃 吃内存 各种Bug 我用了最近的2020版本 用到现在倒是感觉还不错 强大 灵活 之前版本的崩溃 我倒是不常见 偶见Bug 但是也不太影响剪辑 确实比较吃内存 我现在是32级内存 经常使用率在70% 80%以上 后面准备升级到64级 PR各种插件 模板满天飞 经过几天的适应 我目前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PR剪辑的了 后面准备来个PR系列教程 请小伙伴们把支持打在公屏上 Windows的软件也比Mac上多了很多 比如各平台的直播客户端 基本上都是PC版的 以前Mac只能用OBS 自己调试非常麻烦 后面考虑出一期专门分享 我在Windows上发现的好软件 有需要的弹幕 还有我的大带余屏 终于可以用上最高分辨率了 开心 其实想分享的还有很多 篇幅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以后有机会接着聊 准备再来一期分享一下 我正在使用的这些器材 还有我的拍摄流程 感兴趣的同学 弹幕里扣个1 那么本期内容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是Liu叔叔 爱你们 比心 拜拜